为了保护老树以及用路人安全 花莲施工所今年1月将位在公正街 迎宾张周边装设护树支撑H形钢 以及限高篮架 以醒目的标志提醒用路人 经过时务必要注意1.9公尺以下的限高 而魏嘉贤市长表示 施工所以依花莲县府农业处 以及树木保护委员会的建议完成保护措施 将依程序向相关单位申请纳入列馆老树专案保护 花莲市公正街上一棵约50年的老张树 看起来就像横躺在道路正上方 是市区少见具有特色的张树 但长久以来没有外力支撑 树干与路面的距离也逐年缩减 过去因为没有限高及明确标示 曾发生过零行意外 因此花莲市公所从今年1月开始 特别加强警示 包括四座护树的支撑H形钢 限高1.9公尺的栏架 标线引导防撞杆以及夜间照明等等 希望借此保护行车安全 也让银冰章能与社区共存 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我们代表还有议员 有提出的相关建议 当然还有一些爱护树木的一些好朋友 有提出一些建议 由于这棵老张树在过去在我们这个地方 常常会有一些行车用路人有可能会撞到 也有撞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去年10月份也开了跟县府来做一些沟通 那也在今年的农历年前把H钢装上去 也把保护老树的措施跟保护行人的措施 也把它做一个相对的安置 安置之后 那我们未来也会按照花莲县政府的一个规划 来提报相关的老树 也希望这棵树也是受到非常多市民朋友 还有乡亲朋友的关心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确实的保护它 也能够变成说我们花莲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而在讨论保护张树的过程中 县政府也为请书医生为这棵树做完健康检查 透过精密仪器声波探测后 发现根部虽有腐朽 但还不至于有利及性的危险 建议定期照护并落实养护工作 11号上午 花莲市长魏佳贤也协同农官客长洪国山 前往视察农历年前才刚完成的护树工程 对于有市民建议将该路段封路 或设为徒步区的规划 卫市长则表示 任需考量临近住家使用现况 以及相关动线的配套措施后 再检讨因因 记者 许立晴 花莲市报导